翻译 夜辰 我虽然无法离开风雪神国 但并不代表 我对你毫无办法 哼 但凡你对我有任何办法 只怕也不会如此耐心了 叶辰 难道我们之间就没有一点缓和的余地了吗 安雪 我们也算是老相识了 就不用再惺惺做太老 叶辰 你总是用这种激烈的方式 那你觉得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卑微的祈求你放过我吗 如果你把赤神殿的钥匙给我 以前的事情我便不再追究 如果你还愿意回来 我还可以接纳你 重新接纳我 我的女神 你躺在那个人怀里的时候 也是这么想的吗 只要有利用价值 便可以成为你的入目之鞭 而一旦他没有我 你就可以气如碧玺对吗 你可以成为一个例外 你是我在这个世界最在意的人 哼 我是不是应该感到荣幸 你可以这么认为 很可惜 和你站在一起 只会让我觉得羞耻 叶辰 我已经做出让步 你最好不要逼我 我是唯一一个进过赤神殿 并受其庇护的人 虽然我身高破碎 没办法把你们怎么样 但是你们也保不齐 我有什么同归于尽的手段 所以我们才能相安无事 怎么算得上逼你 哼 不错 之前一直如此 不过 今非昔比 至少我知道了 你在乎你手下的那几个女人 你可以动一下他们试一试 如果我动了他们 你要怎样 和我同归于尽吗 身为一个古神 要为几个凡人牺牲吗 只要他们任何一个人出事 就别怪我动用赤神殿的力量 踏上神经世界 毁灭整个风雪神国 你 在你眼中 我连几个凡人都不如吗 在这方面 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我倒是好奇 没有了你的庇护 你觉得他们还有 独立生存的能力吗 夜晨 这个风意能困住你三年 只要你交出赤神殿的钥匙 我便放过你和他们 在此之前 你便待在这个梦境世界里 谭太姐姐 公子已经睡了两天了 还一直做着噩梦 公子 他到底怎么了 我只能感觉到 公子的神力 在和某种神秘的力量对抗 能够把公子困在梦境当中 对手 恐怕至少是一个巅峰神王 我们得想想办法 公子的空间神力 在梦境之中无法施展 这么下去 只怕 要怎么才能铺开梦境呢 公子 平时完全没有交过我们这个呀 只能我们自己想办法了 被困在梦境之中 应该是姐姐的神魂封印了 活该 谁让你欺负我的 我才不会救你呢 姐姐 好久都没看到你了 你现在身处何处 我现在 正在万古遗迹游玩呢 姐姐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是在为了什么事情烦恼吗 因为一个让人恼火的人 令人恼火的人 这个世界上 能够牵动姐姐情绪的 恐怕就只有一个了 还是因为 那个叶晨吗 那次宴会之后 你便再也没见过她 你怎么知道 虽然我只见过她一次 但我是姐姐的妹妹呀 我知道姐姐心里一直有这么一个人 几次发火也都是因为她 只是我不明白 姐姐为什么会对她念念不忘呢 安阳 这个世界上 只有她能够配得上我 千万年来这个世界最有天赋的人 如果她愿意帮我 我们将会掌控整个神经世界 我还以为 是因为姐姐喜欢她 安阳 纵然情深似海 百年之后 也会化为虚无 最终你会发现 你得到的 才是最真实的 那 姐姐和火焰神王的婚姻 不过是利益结合罢了 叶晨不愿帮我 只能退而求其次 哦 虽然我已经统一了三大神国 剩下的五个神国也不足为绝 但是没有赤神殿的钥匙 就意味着一切都有可能被毁掉 叶晨他 为什么始终不愿配合我 为什么一定要与我为敌 我觉得 他说不定有什么苦衷 他是我唯一在意的人 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只可惜他做了错误的选择 我的耐心有限 如果他还是执迷不悟的话 我只能 杀了他